這家男女主角還有雙方的家長親友們 那麼以及我們今天的主辦單位 就是我們持工福利會的 革命團主任委員 體育公會的理事長也是今天的介紹人 還有今天這個 體育警察局花蓮分局的系列分局長 我們各位在場的貴賓朋友們 大家好 好 掌聲 今天是我們台鐵106年的集團結婚的好日子 那麼台鐵在過去我們也曾經辦過集團結婚 那麼後來因為長期沒有新進同盟之後 曾經有中斷的一段時間 在新年恢復鐵路特考之後 每一年都進來了相當多的我們的鐵路的新同盟 那職工福利會就開始規劃希望能夠重新再恢復辦這個鐵路集團結婚 在101年也就是2020年開始開始主辦 那到今天已經是第六年了 那連今天在場的三四一隊加五我們已經促成了182隊的新人 台鐵因為工作的關係 那麼同仁其實在一起相處的時間非常長 那基本上我們一直都是營造一個像一個大家庭一樣 我們也希望不管你是今天是不是鐵路有工或是atori人 你也希望不管大家庭 不管你今天是不是鐵路有工或是稱為我們鐵路的眷屬 我也跟各位报告了 我本人啊 民国72年的时候 我也是参加铁路集团结婚 我跟现场在座的以往 当时我是站在现场的 那今天真的很高兴 能够以局长的身份 来主持这个集团结婚的典礼 今天的主题啊 就像各位在后面看板的时候写的 那我们是邀请了所有的亲朋好友 以及在现场的各位旅客 以及各位贵婢们 大家一起来为这三十一对的家偶 一同来见证 2017和你一起铁定love me 所以再一次的要恭喜 今天再来三十一对家偶 那我代表台铁 刚刚也是送了三十一对的家偶 这个所谓的这个金厂子 跟贯通室 因为现在台湾呢 现在迈入一个少子化的一个社会 所以我们很希望 我们今天在场的三十一对家偶 不管是为你的家长 为我们这个社会啊 希望能够早生贵子 能够增产报国 那我们在这边再一次恭喜各位 最后我也要谢谢我们职工福利委员会啊 我们的国总干事跟所有的同仁啊 精心策划了这么 这么温馨这么好的一个婚礼 我们再一次的恭喜各位 也祝在场的各位新郎新娘的家长 亲朋好友们 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各位 谢谢陆局长 谢谢大家